规划许久的基隆寵物公园设置地点终于确定 基隆市长牛昌在事务会议后记者会宣布 在找了不下十处地点进行评选并召开地方说明会后 基隆首座寵物公园确定设置在软软运动公园 棒球场北侧一处闲置绿地 从公园的选址呢 之前产发处应该找了不下十个地方 不下十个地方 然后一一的过滤 那最后最后 评选之后觉得是暖暖的运动公园 最符合需求 而且最没有其他的这些干扰的因素 它的面积还有它相关的一个基地的一个要求 都符合我们产发处所提出的这些基本的需求 那第二个是本来暖暖运动公园 就是一个民众会去散步运动的地方 现况本来就有很多的这些毛小孩 这个爸爸妈妈带着去那个地方去玩 那如果我们能够利用这个大家已经 就是大概已经习惯去的这个地方 然后把从公园设在这里 然后把相关的一个设施环境把它整个整理好 觉得是现在最好的一个选择 从武公园地点定案后 由于未来建设不会设计大面积土地开发 及硬体结构工程 施工期较短 牛昌预估最快明年三月前完成整个细部设计 六月前完成启用 在明年的三月份之前 在明年的三月份之前完成细部的设计 然后在明年的四五六月三个月施工 在明年的六月份之前 基隆第一座的宠物公园完工启用 然后给我们基隆市爱好 我们这些有毛小孩 还有爱好宠物的这些民众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 或者是休闲的一个场所 采访发展处方面表示 基隆首座宠物公园 将设置有隧道、高桥、悄悄板、S杆等多项游乐设施 还有屋顶细流亭提供四组与毛小孩遮阴使用 晚上也提供夜间照明 希望让毛小孩可以在宠物公园 安全又自由自在地尽情奔跑 记者张其辰基隆报道